这个瘦小但有着浩克力量的男孩叫山姆 他每天都会疯狂地敲打肛门一千下 为的是获得哥哥金童的关注 他讨厌父母小时候给他注射了五号化合物 虽然他也获得了超能力 但他的大脑也变得混乱 无法正常思考 金童和女友被老逼登叫来劝他冷静下来 山姆说自己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金童安慰弟弟 不管他怎么样 他这个哥哥都会照顾他 看到山姆的情绪稳定下来 旁边的保安抓住机会射出了电击枪 愤怒的山姆直接用一拳打穿了他的身体 金童想劝阻 也被他一拳打飞了 就在这时 女友脱下了手套 摸了摸山姆 才用心灵控制能力让他彻底安静下来 当玉女醒来时 他才发现自己被安德鲁送到了宿舍 原来在上一集中 因为玉女帮助安德鲁化险为夷 导致使用超能力过度昏迷过去 安德鲁说他曾经帮助保安抓住山姆 但现在他想完成朋友的遗愿 救出他的弟弟 然而事实上 看着手机的玉女早已经知道一切了 她只是此刻还假装不知道 轻声细语的安慰安德鲁 让她先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她被抓住 她会像金童一样结束 然后玉女很快用自己让她消了火 与此同时 玉女在采访结束后回到了宿舍 发现室友爱马变得比蚂蚁还要小 原来她的缩小能力是靠催吐 只要吐光位里的东西就会缩小 吃一些东西就能恢复正常 她之前不小心告诉了新认识的朋友这个隐情 导致对方传的全校都知道她这个恶心的技能 玉女劝告室友刚才那样很危险 万一自己没回来 爱马很可能就会被其他昆虫才吃掉 也行她得休息一段时间了 而一直要强的爱马 像是被伤及了自尊 回对玉女的超能力不也得割伤手掌吗 让她少管自己 俩人就这样小姑娘置气 谁也不理谁 第二天 女校长再次盛情邀请了玉女享用早餐 除了日常给玉女灌迷魂汤外 还责怪起昨晚那个瞎说话的主持人 告诉玉女那人只是为了让她哭 好提高收视率 才编造出她妹妹的谎话的 好声音直呼内行 并邀请玉女与她一起参加老逼登的筹款晚宴 一家欢喜一家忧 老黑对儿子昨天没有参加采访非常不满 安德鲁只能随便编了个瞎话 将父亲糊弄过去 但沃特集团明天将投票决定新排名 于是她能否在晚会上筹到资金 就变得至关重要 要求她尽力给理事会灌迷魂汤来保住第一名 经历自己的丑闻被公众知道后 爱玛对这个小迷妹恨之入骨 但今天她却主动过来道歉 爱玛还觉得奇怪 但转头一看 正有人在现场直播 搞了半天这绿茶还在给自己做人设呢 气得爱玛转身就要走 正好撞上许久未见的妈妈 打算带着她今晚一起去参加晚宴 向她传授该如何在聚会上表现 刚好看见玛丽迎面走来 但大吵一架的俩人 还是甘大不好开口说话 玉女昨晚也看到了玛丽进行的采访 虽然玛丽向她表示抱歉 但她仍然抹黑了金童 抬高了自己的行为 事实上三年前见到山姆后不久 她自杀的消息传来了 这让金童感到心痛和羞愧 她认为自己没有和弟弟在一起 甚至请求玉女用自己的能力 抹去了让她心痛的感觉 在第二天的筹款晚会上 不仅沃特集团的所有董事都来了 还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名媛 所有大学生的父母都在场 帮助他们的孩子拉票 而今晚的主角无疑是超音界的新星玛丽 根据女校长的安排 玛丽谎称她的父母是一名无国界的医生 这让聚光灯下的她感到非常慌张与内疚 另一边 艾玛母亲正十分殷勤地向知名制片人 推销自己女儿 谁曾想制片人也看过艾玛被爆黑料的视频 觉得这个正好可以当作她的卖点 向公众来卖惨 哭诉自己在完美女性与普通超能力者之间的痛苦挣扎 这样的备受折磨的女性形象 当下的观众最吃这一套了 搞不好明年的格莱美奖就有了 真不愧是混迹江湖多年的制片人 懂得怎么把主意变成生意 但艾玛却觉得这样私密的事情 自己是不愿意向大众谈路的 憋着一股子气 就丢下俩人自己去洗手间了 自己正哭得离花待遇时 恰好也遇上了到厕所躲避社交的玛丽 相互望向对方的眼神 彼此都感觉到这段时间 大家都不容易 于是俩个大姑娘很快就相拥和好了 另一边 双星人乔丹在酒会上很不受投资人待见 尽管她的父母尽力为她拉票 但很难改变她的排名 看到父母如此低声下气 乔丹干脆不装了 直接在二老面前变为女性 做回自己 此时安德鲁发现艾玛在外面一个人喝闷酒 就上前给他展示了手机中的那段视频 他打算找出藏在学校地下金童的弟弟 可他自己做不到 于是想求助于有缩小能力的艾玛 艾玛虽然讨厌她的缩小能力 但得知她能像超音那样派上用场后 并立即高兴地同意了 两人悄悄来到打击犯罪学院的地下室 在艾玛身上安装定位后 他从蚂蚁洞里钻了进去 艾玛躲在餐盘里 终于找到了山姆的房间 却被对方用杯子扣住了 这时酒会上正在播放视频挨到老逼灯 而老黑却注意到儿子此时正忙着看手机 看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 还着急往外走 老黑上前质问 事到如今安德鲁再也瞒不住 说他错过了采访 不是睡得太多 而是调查了金童杀死老逼灯的原因 涉及到一家地下医院 老黑赶紧搂住儿子 问他还有谁知道 不允许他提起这件事 警告这件事会使他危险 这时安德鲁才知道父亲竟然是知情人之一 在牢房里 山姆认为缩小的艾玛是他的幻想 经过一些问答测试 他终于确认艾玛居然是真人 得知艾玛是为了自己出去 山姆说他不想离开 每次他试图离开 他都会伤害别人 现在医生给他换了新药 觉得留在这里生活也不错 艾玛不得不说他是他哥哥金童派来的 山姆听后才有离开的想法 他说他记得所有房间的门锁密码 在宴会上 女校长久过三巡之后 原本那个温柔大姐姐形象 一下子变为利用玛丽 获取捐款的视力眼样子 而且一旁的乔丹还不停地阴阳怪弃她 早已憋不住的玛丽 索性也不装了 承认自己小时候不小心杀了父母 出乎意料的是 玉女也有同样悲惨的回忆 九岁时全家一起出去露营 弟弟一直调皮地踢着他的脚 于是他生气抓住对方 让他走远再也不回来了 于是弟弟独自走进森林 再也找不到了 那是他第一次超能力显现 他也永远失去了家人 而他的父母再也不敢碰他了 他认为父母在他们还是婴儿的时 给他们注射了危险的药物 只是为了把他们当作未来的摇钱树 这时安德鲁焦急地找到了玛丽他们 告诉他的室友爱玛可能出事了 与此同时地下医院突然响起警报 山姆让爱玛躲在书架上 他被脚下的电流电晕倒在地 进来的守卫在他的床上翻来覆去 看见山姆似乎醒了过来 立刻打开手中的仪器 打开电流 再次把他电晕过去 看到对方受到伤害 爱玛立即从书架上跳到对方的肩膀上 一路跑进头盔里 钻进了他的耳朵 男子倒下后 爱玛从另一边的耳朵里爬了出来 然后又来了三名守卫 用枪对着他们 黑袍纠察对衍生剧 离世代第三集到此就结束了 从这集开始才算作正式的开始主线任务 开场就通过三年前的回忆 带出金童弟弟山姆的悲惨过往 最重要的是 借这段回忆剧情 让观众提前知道了金童的女友育女 原来早就知道了山姆的存在 但在安德鲁面前还装作一无所知 这人八成到后面会是个二五载 更炸裂的是金童尸骨还未寒 好兄弟就安慰了未亡人 这在天堂头顶的光圈 怕事都要变绿了 但安德鲁也是个可怜角色 不仅被好友瞒着 就连父亲也早知道了一切 看这大特写贴耳镜头 要不是你是我儿子 今晚安德鲁怕事就上天陪兄弟了 其实本集整体看下来 还有个主题 那就是与朋友与自己的和解 被丑闻环绕的爱玛 以及被童年阴影笼罩的玛丽 都在这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心灵救赎 甚至黄白黑 三个女性围坐一圈 Girls help girls的样子 外加亚裔乔丹还是个双性恋 这政治正确buff叠满了呀 再结合上宴会上 那个沃特集团制片人的一番营销话术 表面上我是在反讽当今好莱坞 惯用的那套普世且正确的价值观 但理字上我也是在靠这个地方在混饭吃 这样流量有了 话题度有了 我又站着把钱挣了 要不还是人家发明这套内容母版的人会玩吗 我们普通观众就可敬看吧